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跟大家分享摩西逃离埃及的上级 摩西生长在法老的皇宫 在他逃离埃及前往米殿的时候 他已经40岁 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提到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在出埃及节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后来摩西长大 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 看他们的重担 见一个埃及人打西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 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藏在沙土里 在米德拉斯记载 摩西看到小个子的负重担 大个子负担反而精神 男人负担女人的担子 女人却要背负男人的担子 于是摩西离开了他的宫殿 假装一直在帮助法老 重新安排他们的负担 神然后对他说 你不要管这些 去分担以色列人的困苦 对他们像兄弟一样 我会与你说话 埃及人不再让西伯来人建造城市 而是让他们毫无目的的工作 仅仅是为了折磨他们 这尤其令人沮丧 因为即使一个人被迫努力工作 但如果有特定的目标 他们至少可以为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而自豪 但是如果没有目标 工作没有尽头 那么身心都会感到疲惫不堪 心力憔悴 摩西见他们没有休息 就去见法老 如果奴隶一周没有休息一天 奴隶就会死 法老说按照你说的去做吧 于是摩西为他们规定 安息日休息 那摩西看到一个西伯来人被殴打时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一个无辜的西伯来人被殴打 却没有人抗议 摩西立即四处观看 意思是他跑向各个权力部门 大声疾呼 做点什么吧 一个无辜的西伯来人 被无缘无辜的殴打 在四面八方洞没有得到回应之后 他开始意识到 他们根本就没有认为西伯来人是人 他只好自己动手杀了那个埃及人 在初二集节二章十二节提到 摩西杀了埃及人 那么他是怎么杀他的呢 拉皮们有几种解释 一种是用他的拳头 也有人说他拿了一个铲子 砸碎了他的头骨 还有人说他宣称 神的名从而杀死了他 因此第二天看到打架的西伯来人 对他说你也要用话语杀了我吗 在初二集节二章十一到十五节 摩西为一个被埃及人欺负的西伯来人 杀了那个埃及人 第二天摩西劝说两个真挚的西伯来人 那其中一人却拒绝他的劝说 并告诉他他们知道他杀了埃及人 那么这两个真挚的西伯来人是谁呢 在口头头栏里面讲 他们就是在民数记十六章十二节里 记载的大丹和亚比兰 于是他击杀了埃及人 摩西正在法老的宫中被培养成为伟大的人物 尽管如此 他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和放弃舒适的生活方式 来帮助他的同胞 同样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冒着风险 来帮助和拯救在精神和物质素负下受苦的同胞 人活着的目的是要使世界成为神的家 当一个人用他的手伤害另一个人 而不是用他来遵行神的诫命或行善时 他就背叛了他在世上的使命 可以被称为邪恶的 事实上即使他还没有打他 但他举起手对着他的同伴的那一刻 就是邪恶的 除了列位之派以外 以色列人逐渐陷入偶像崇拜 融入埃及文化 尽管如此 威胁到他们的救赎的不是偶像崇拜 而是匪谤和对他人的冷漠 一种看似不那么严重的冒犯 匪谤更深层次的读歌来自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使人首先关心自己的利益 并防止他们自己的利益 至于他人利益或者共同利益之下 所以只要有诽谤 一群人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 但这正是救赎的目的 使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 因此有必要粉碎人们的心自我中心 而最有效方法就是使他们成为奴隶 因此当摩西看到他的弟兄们诽谤他人时 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遭受埃及的奴役 事实上束缚最终消除了他们的自我中心 他们也就不再互相诽谤了 事实上 以色列人陷入偶像崇拜 并因此在道德上 与他们的埃及主人没什么区别 神兼学他们作为他的子民 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 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美德 但他们陷入诽谤的事实 意味着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形式 在初爱集者二章十四节 摩西便惧怕说 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摩西为什么要惧怕呢 摩西所说的 这事必是被人知道 是什么意思呢 敬你期待下一集的分享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小龙学位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